Hello, Hello,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吴子军 他的名字叫巴喱 今天我会教大家 怎样做一个非常容易的 台湾小食叫做冰糖葫芦 什么是冰糖葫芦呢 就是冰糖煮熔 淋上一些生果 或者番茄都可以 真的很特别 吃起来就是 脆脆脆的外面 里面有新鲜的水果 第一次吃过冰糖葫芦 就在台湾的街市 嗨, 报告直播 从 Xilin Night Market 我买了一个 冰糖葫芦 非常有趣, 冰糖葫芦 我从何处看到 诶, 感觉 这个很好 葫芦是很软 所以, 让它很均衡 好, 回到你 在美国 我吃的那种就是有番茄的 真的好有趣 我今天会教你怎么做 只用两个材料 加上你的水果 和番茄 糖 水 水 水 加上你最喜欢的水果 这里有草莓 金 葡萄籽 和番茄 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水果 什么水果都可以用 现在我们去厨房准备 Let's go 首先我们会准备我们的水果 我会用木串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用叉也可以 洗好你的水果 洗好你的水果 一个一个水果 用的木串 锁起来 确保你的水果 是没有水分在上面的 如果有, 用纸巾擦一下它 现在我们可以准备我们的糖浆了 把你的水和糖 放入煲 开中火 煲到它 280-300F 如果你没有探耳机 不要紧 我示你一个方法 让你知道你的糖浆可以了 糖浆可以的时候 煲到那时候 那些泡在上面 会很慢很慢地爆 而且会很稠 很稠 而且会少少金黄色 你准备一杯冻水 用的匙羹 搓一些糖水 倒入冻水里面 你用你的手捞起来的时候 是硬的 很脆的 脆薄薄的 这样就可以了 你的糖水可以的 不用继续煲的了 这部分你要很小心 糖水真的很热的 我建议你准备一杯冰水在旁边 just in case 拿你的准备好的水果 一个一个放下去 然后把它搓一搓 拿出来 搓完之后 你放在一些 砂糖上 让它冷 好 弄好了 那下部份 就是试色 好 试食时间 看下多漂亮 好像玻璃一样 吃起来真的好有趣 我觉得蕃茄那个是最特别的 因为蕃茄又不是很甜 配上糖 做到的蕃茄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有小朋友不喜欢吃水果 你试一下这样做给它们吃 保证他们吃完 好 那今天完成我们的简单甜品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麻烦给一个like我 写一些意见在下面 还有麻烦参加我这个频道 记住 吃多些甜的东西会开心一点 下次再见 拜拜